接下來邀請大家來後面看一下 大家很在意的空間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請大家 上車來實際體驗一下 不過阿東他已經10天了 而且還是被老婆說 因為這張臉我喜歡 那當然啊 這一台車一樣有配置 電動尾門式的設計 我覺得這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不過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個行李箱 雖然尺碼沒有非常的大 但是它的深度跟行李箱整體開口的高度 其實還算不錯 尤其是目前這一塊行李箱底板 冠儀你有沒有發覺 它跟這個門檻的高度是一樣的 是切起的 這對我們女生來說很有感覺 我們放東西的時候是比較平整 沒有那個檻會比較省力 比較會去刮到 因為我們為了要把它提起來 然後就會很容易去刮到後面的那個地方 對 如果你放一般東西 你平常使用的東西 你會說這樣子進出非常的方便 但也有一些人說 這個車有這個門檻的話 稍微裡面東西不會滾出來 這個我等一下跟各位報告 其實呢 這台車子行李箱不只有 這樣子一個平整度 這一塊底板其實它可以拉起來 你會發覺它下面還有一層 有一個 所以我剛剛講了 如果說有一些人會擔心 東西會滾出來的 沒關係 你可以放下層 哦 了解 它有兩層可以放在下面 對 沒錯 那其實這不是最下面一層 那下面還有一層 在這塊底板打開之後 包含方圈裡面有一個這個置物的空間 那當然這台車現在是配置的補胎劑 跟打氣機的一個這個配置 但是它在原本這個備胎座裡面 還有非常大的置物空間 也就是說你平常不太使用的東西 但是在車上是必須必備要有的東西 你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那它再加上了這個 一個保麗龍的設計 所以可以讓你的這個東西呢 固定的比較穩當 不會滾來滾去 好啦 那這兩層空間 我們還有沒有別的運用方法 其實有 來 這一層底板 我可以直接把整塊底板的收下來 很厲害 就等於多了30公升的那個容量 沒錯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會感覺說 我擁有的是平整的這個底板 可是高度不夠 因為它其實可以降下來 它可以降下來 那當然啊 CV還是屬於比較大多數屬於獨森 屬於這個頂客族 或是小家庭來去做使用 其實我相信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行李箱的深度 跟空間來說 對於剛生孩子的小家庭來講 它其實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那個車子啊 不管是閃車或是折疊車 都收起來都非常小 其實一樣可以放在行李箱裡面 阿東你不是有入手的這台車嗎 是 那在後行李箱空間上面 你怎麼運用 我是有 我當初去看車的時候 是直接拿一個32吋的旅行箱 32吋 對 橫著放 直著放 躺著放 伸著放 就只有伸著伸不進去而已 剩下的全部都OK 所以你覺得這個空間其實是夠的 對啊 夠啊 夠有 而且我小朋友已經大了 現在要載的都是一些玩水的器具 我們也全部都裝過了 哦 所以其實一家三口是不是 如果再連岳父岳母的話 孝親車 孝親車 對 所以這台也可以當孝親車 行的 所以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大家上車來做一下 實際體驗這台車的車內空間 那難得遇到比我還要高的啦 187 185 187 分別從這邊 我們男生來上車吧 好 那我們女生就坐 副駕跟後座 來 請 我們183的只能在外面 stand by 是不是 好 好 你們可以看到了 這台車實際上的一個乘坐空間 前面的調整一下駕駛姿勢 這是你的駕駛姿勢 可以耶 你看到頭部空間很好耶 是 而且這台車還有一個全景天窗的設計 所以在不管是前座或是二排的乘客 他都擁有非常好的一個視野的展現 那當然我現在可以看到 前面是185還是187 185 前面185 哇 這個駕駛姿勢 我做進去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只有183 那後面呢就是187的阿東 對 來來來來 觀眾朋友們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欸 阿東你這樣頭部空間還不錯 阿東你剛剛是說你是上身長下身短 上身長然後頭很大 但是我現在還有一顆拳頭 那你腿算長還是短的 欸 還可以啦 還可以齁 因為我們這種腿長的 他這個椅墊的部分還撐得到 是 而且還夠長 對 這個算是少見的 所以其實椅面的長度啊 對於這個支撐度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像後面乘坐是187的阿東 無論他的腿是比例是偏長還是偏短啊 這個椅面對他來講都足夠支撐 而且他對於前座的椅背呢 都還有一個拳頭的空間 非常游刃有餘 那其實在CUV的一個車型上面設計 我覺得很重要一個地方 大家觀眾朋友有沒有發覺啊 阿東的腳啊 其實他現在放在的是前座的椅墊的下方 嗯 所以他乘坐的時候他不會很局促 不會很憋 對不對 他的能夠維持他最舒服的一個 這個乘坐的姿勢在自己長途駕駛 或是長途乘坐上面 可是艾達你可以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Molly坐在後座的認知 因為他算是屬於比較正常的 你覺得很舒服是不是 對 因為我意外發現他的那個後座椅 非常有包覆感 對 然後而且其實我其實也蠻高的 我有172公分 然後我前面幾乎可以放 三顆拳頭耶 真的嗎 對 我前面也坐得非常的舒服 所以你可以放三顆拳頭 對 而且我腳不一定要90度 我就是還可以這樣子稍微放鬆 往前伸對不對 對 然後這裡後腿側也有撐住 就整個人很放鬆 我要睡著了 所以很想換車了對不對 沒錯啊 所以這就是CUB他迷人的一個這個地方 那當然各位現在乘坐的這個椅子 大家都說椅子很舒服對不對 其實他是Akentara真皮 真皮透氣混搭的一個這個皮椅 嗯 那其實 冠儀可以看他前座 對 他們有一個這個類木紋的亮面的飾板 其實這個 不會說這個車子是一個入門的CUB 你就會覺得說怎麼樣質感 或是不是比較差 其實完全都不會 而且他還配置了四個USB Type-C的充電孔 嗯 然後前面還有這個手機無線的充電板 最重要的是 就是大家坐的舒服 表示車內的空間大 那當後排的人也需要有冷氣的一個支援 所以他後排一樣有冷氣的這個出風口 前面有前面的Type-C的USB這個充電孔 後面有後面人可以使用 所以這樣子啊 在這個車子可以滿足所有的成員 來去做使用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地方啊 而且畢竟啊 然後在同級區裡面來說的話 你能夠有四個Type-C 對不對 阿東你那時候應該有比較過 四個Type-C的充電孔哦 同時還有這個電動的尾門的配置 更重要的是酒氣囊 我想這些就還蠻吸引的 還有阿東你不是有講到一個 你覺得很在意的點 來像愛開車嘛 是不是因為他是同級裡面 少有的LSD就是有電子線滑差速 當初會選這台車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有XDS的電子滑差 那如果像我常常要拍車 然後要跟車什麼的 要玩要跑山路 車道的維持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哦 因為速度一定會比較快 還有一個重點是 因為我太太要開 對 我擔心 安全 對 所以能防滑就盡量防滑吧 哈哈 能防滑就盡量防滑 這台車其實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是這個級距的話 它的前車頭有一個低速的碰撞警示 它會幫你自動煞停 哦 所以對太太的停車來說非常有幫助 後停車煞停是全車系標配 對 所以倒車絕對不會碰到 是是 等一下還有時間嗎 行行行 來當車評多錄個兩集吧 哈哈哈哈 冠宇今天要帶你開的是Skoda的KamiQ 1.5 TFSI 而且是豪華精英版的車子 頂規的 對 理論上我要趕快帶你去開車 對 但是我不得不在這個地方 先跟你分享一下 因為KamiQ 是我覺得Skoda裡面最美的一台 嗯 怎麼說 而且KamiQ其實它是一個A0級距的 CUV休旅車 它的車長只有4241mm 可以說是這一個級距裡面 車身尺碼最短的一個 是比較短 所以啊 在這個都會區行駛裡面 會更加的靈活 更加的便利 但是啊 關於你現在坐在後面 覺得後座空間怎麼樣 完全沒有感覺到它的車長只有 4200多mm對不對 沒錯 因為它的軸距是同級車裡面 最長的達到2651mm 難怪 我會覺得說奇怪 後座空間有媲美到中型SUV 所以你可以理解 我請你坐後座用心良苦的嘛 是不是 走吧 我們馬上上路開車去 關於這台豪華精英版是 TSI的1.5T渦輪增壓 四缸引擎 其實它的這個動力還算不錯 表現 因為它有150匹的最大馬力 跟25.5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這個應該是 這個這一種等級的CUV裡面 最猛的一台車了 再加上啊 它是這個 DSG的變速箱 七速的 所以是自首擺 當然它的傳遞效率來得更好 那當然講到動力的輸出部分 也得要提提 這台車的零百加速啊 只要八點四秒就可以達成了 而且它的最高級速 也突破了兩百公里 來到的是兩百一十二公里 因為其實這台車 我們剛剛講 它的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它還配置了 ACT的一個氣缸修止技術 然後汽油濾煙系統 這個PPF的汽油濾芯系統 所以它的油畫表現 相對而言來得更好 我告訴你 每公升的汽油可以行駛 十六點九公里 十六 哪麼多 對啊 很厲害 它的一點零也才十七耶 就差那麼一點點而已 是 沒錯 所以它的科技 進行的科技真的滿厲害的 沒錯 冠儀你坐在後面 除了空間大之外 可以跟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坐在後面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今天現在一路在轉彎了 對不對 我覺得它的底盤做得很好 因為支撐性很棒 我以為你會先說 艾達的駕駛技術不錯 也有可能 是因為駕駛技術的原因 我覺得它的裡面的支撐性很好 所以讓我大腿 就是完全被撐住 我坐在後面就覺得 整個人是放鬆的 更重要一點 它在同級裡面 其實是少有 有這種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沒錯 這個冷氣出風口好重要 是 冠儀 首先我必須說你很聰明 第一 你說對一件事情 就是小弟我的駕駛技術 我覺得還OK 再來第二個 再來第二個很重要一點 駕駛技術 當然要一部好車來匹配 所以以這一台車來說 雖然它是CUV的設定 但是它的座椅 我覺得就像冠儀剛剛講的 第一個 乘坐性的一個感受 尤其它的椅面的這個長度 像我一百八十三公分的那種 開這種小型的這種CUV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它椅子偏小 可是我看起來 那可是像這一台車 不管是前座還是後座 那個椅面的深度 好 保證喔 讓你坐上去是有感的 還有一般我看你坐CUV的時候 你的頭頂的空間真的蠻小的 但這部我覺得KAMI它的空間 尤其頭部真的好讚賞喔 還有就是 我是覺得說他們的座椅設計 不只是搭配了台灣人愛的皮翼之外 它更聰明的是它中間有加上 類似那個Akentara的擠皮 它不只防滑 還有全真皮的這種座椅 是 真皮座椅 那個觸感質感之好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全真皮的話 如果沒有加上這種 譬如說擠皮來做一個搭配 你夏天開的時候會非常熱 沒錯 但是它因為搭配了這個 所以我才說它很聰明 它真的很符合台灣的整個用路的環境 還有一點我覺得這個前方的視野 是非常的開闊 因為這一次呢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台車 它的座椅啊 就是乘坐點的座椅 可以調到非常低耶 甚至很感覺你在開轎車一樣 那當然因為我很想要開開看 CUV 到底歐系的CUV 它的底盤強在怎麼樣 尤其這台車又配置的是 NQB A0極具的底盤 所以我把座椅稍微調高了一點點 我這個座椅是調高的 你還覺得我頭部很高對不對 那當然講到了這個MQB A0底盤 它的這個底盤的這個 Suspension的整個回饋感受 傳遞給駕駛者的一個這個感受 像我們剛剛走了一段小山路下來 我覺得那個感受 是我非常非常習慣 可是剛才其實艾達 你從山上這樣開下來 一路比較蜿蜒對不對 是 通常坐在後座的人會比較不舒服 如果說是坐一般的SUV的話 因為車身比較高 可是因為我坐在後面 我整個視野上面 看起來像轎吹 因為我覺得比較低一點點 對 好 再來就是 因為它的支撐性夠 然後還有就是路面的彈跳感 它其實是有過濾掉 但是它的彈跳不是兩三次的 就是我可能突然之間 遇過一個窟窿的話 你開過去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的身體會離開 我的椅面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路感 但是坐在後座 你也覺得挺舒服的 來到市區 我就覺得這台車還有一個 滿好玩的地方 什麼 它現在這個盲點偵測 除了偵測的距離 長達70公尺之外 它把盲點偵測的那一個警示燈 裝在後照鏡殼上面 有看到 對 所以它的這個反應 各方面 對於駕駛者的一個通知狀態 當然就會更加的迅速 而且更容易辨識 就是我的這個脖子轉動的角度 反而不需要太大 就可以知道旁邊現在是有車的 如果方向一燈一打 它知道你有車 它還會用閃爍的這個燈光 來去警示 我覺得這一點還滿厲害 前方最重要的這個ACC系統 其實它很厲害 它是算是從0到210公里的時速 都可以對應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節目上 我跟觀眾朋友們講對不對 你說160 有的到160對不對 對,140、160、180都有 對,有的到200對不對 160的每秒移動速度 跟時速200的每秒移動速度 那個是天差地緣的 所以如果一套系統 支援到210的速度 都還可以做ACC的主動跟車 表示它的電腦的中央運算元件 更精密 非常的快速精密 這個才有辦法達到 對應每秒鐘這麼快的運算速度 為了是去我們要上快速道路的 首先來體驗一下 零排加速 雖然我們沒有要加速到100 但是藉由這個小上波 你可以感受到25.5公斤米的扭力 其實它的加速的綿密性 是相當的好 對不對 對 厲害,對不對 那當然上了高架的道路 快速道路其實很重要一點 就是ACC的這一項設備 那當然這台車的ACC 其實啟動非常簡單 只要把方向盤左側的拉柄 稍微拉兩下,好嗎 如果我稍稍地偏離一下下車道 你有沒有發覺 它自動地去修正我的方向盤 對,而且它在儀表盤上還會顯示 對,儀表盤上還會顯示 還會閃爍黃色燈,請示你 叫我趕快要握住方向盤 然後同時幫我自動修正 是 其實我們並不是要仰賴它 讓我們可以分心加持 但是人難免有的時候 會不小心發生這樣的分心 注意,或是你可能喝個水 對,喝水 然後拿手機之類的 這個時候就會影響 剛好路面在轉換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受到路面的影響 跟分心的影響 然後就偏離車道 這個時候這個功能 相對而言就非常重要 聽記得要成為人生老師嗎? 這個時候是這一段 我們んな覺得自己是你的 saf甚至死的 但是這樣 oczywiście 李 ziemlich過分的